在出去走到半路的途中想起了防空警报 据大型超市购买一些物资 然后遭到了当地乌克兰居民的威胁和恐吓 然后还遭到了他的跟踪 到处随处可见的逃难的人 过交车车牌已经整主工作了 能不能等到过交车随缘了 车流量比平时少了很多 好难的人 我们在等过交车到底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只能等待 刚才本地人还问我说 过交车什么时候能到 我说我也不太清楚 他们也出现了比较恐慌的现象 现在因为过交车迟迟不来 我现在准备步行去超市 路上可以学习可见的 只有车 我交招牌还是处于停运的状态 看样子要走到超市了 他们应该是 我准备去地铁站看看 我说我心上有一丝丝的恐怖 但问题不大 天哪 天哪 地铁站也是几码个人 有老人 有年轻人 现在的状态就是 大家都在等待这个事情 走到最后 我刚刚转家 我中途出去了一趟 然后在出去走到半路的途中 想起了防空警告 然后大量的军用物资和武器从我身边飞过 我走到地铁站想坐地铁 去较近的大型超市购买一些物资 然后遭到了当地乌克兰居民的威胁和恐吓 然后还遭到了他的跟踪 然后我在就近的一家小超市甩掉了他 我现在只能急急忙忙跑回家 购买物资情况也只能暂停计划 现在基辅算是形势严峻 当地的乌克兰群众情绪也比较激动 而且各个地方的地铁站有持枪的乌军进行守卫 谢谢您的观看 请休息 PAO